香港艺人何超怡 著名澳洲賭王何鴻燊之女 1994年以歌手身份踏足香港娛樂圈 出過多張唱片 演出若干电视剧 舞台剧 以及多部电影 各洋度多的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 2010年自组852电影公司 拍摄维多利亚一号 获得西班牙国际电影节奖项 2013年推出 《八二林在玩串烧歌》 结合七首最爱 向香港四位天王天后致敬 今天时尚美光电焦点人物 我们访问到的是 摇滚百变女王就是何超怡小姐 Josie 你好 你好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Josie不光光是这个演员 然后呢你也是歌手 你自己还开电影公司 对 对不对 你做好多好多事情 那这一次呢 我们又打造了你的这个 好不一样的这个新的单曲 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是什么样的一个 八零的这种故事 你这次拍MV有20个不同的造型 好 这真的是不愧为这个百变女王的称谓 其实这张专辑是跟八十年代的四位香港的巨星自尽的 因为我觉得香港的八十年代可能应该是全世界的八十年代对比现在也是比较好玩 那是有一种八零年的精神在 所以就跟他们自尽 那就不谈我思念 其实很想念他们 想念是想念的很多年 那这个专辑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挑了七首歌 七首都是美艳芳 张国荣 陈百强和罗文的歌 大部分都是节奏比较强劲 跳舞的歌曲 然后我们乐队拿了那些歌 然后重编了它 然后我们乐队Juzy和Uni Boys 把它重玩一遍 真的耶 因为经过了你的摇滚百变的重玩一遍以后 这完全是赋予他们的新生命 而且最主要呢他们都是你的偶像 对 对不对 所以 我是他们的狂迷 狂迷喔 所以你就是要跟他们致敬 来表达你心中对他们的这种最大的这个敬意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像美艳芳 她是有一种精神是很非常值得我们现在 以后的艺人也要学习的 学习 我是希望可以尝试一下 我的偶像像美艳芳 她才是真正的百变女王 好像她的很成熟啊 很成熟美丽的衣服 我想要尝试一下 所以都把它们全部都放在MV里面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MV 对啊 那个真的造型 包括发型 服装 整个它其实都有其中的这种含义在里面 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二十种造型 广东话我们说 因为这一首歌我们不是卖钱的 我们是捐钱的 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捐给香港的中文大学 是 两个奖学金 一个是戏剧 一个是音乐 全部都是做善事 是 是 所以我们的衣服 全部都是从我家的衣柜里面拿出来的 因为我修藏了很多八十年代啊 很多古着 古着 所以不单只有八十年代的 什么年代的我也有修藏 那造型 这个MV的造型设计 她说她不希望我是完全模仿我的偶像 她希望她用她的想法来自尽她 然后她不希望我是完全很八十八十的 是 所以她就把所有年代的东西都拼起来 嗯 我就觉得很好玩 值得一提的部分啊 就是呢 这一次的T恤呢 是 哇 这也是一位华裔的这个服装设计大师 她把刚才您提到的这四位巨星呢 就是这个Sophia John 对不对 她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 一些元素 设计了这件T恤 然后也是公益的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哇 Lady Gaga的创意总监 Master Williams 对 帮你创造了这所有的 真的是创意总监啊 我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是在 我在香港我是签了给 陈冠希 陶刘达人 OK 签了她的公司 是 她是我的经理人 哦 然后她其实跟四位前辈同时的资金 是她的意思 本来我只是想要跟曼珠沙华资金 是 因为我很爱很爱这首歌 很希望我有机会唱 是 然后她就说如果你要每一张唱片里面 挑一个前辈来资金 不如你全部都一起资金 那么爱他们 然后陈冠希自己的公司里面 那个Matthew Williams 是她的创意创作总监 OK 所以她就派出 Matthew Williams来 OK 处理这一个 这个Super Project 对 她很厉害啊 她很想到一个T恤 然后再加一个像卡带的一个USB 把歌放在USB里面 很创造 但是你也跟谢霆锋合作 他们都是这个非常有自己想法 而且他们其实都是 不但人长得帅 都很有生意头脑 她很聪明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一次的MV啊 我找了导演夏永康 来帮忙拍 然后夏永康我找她的时候 她说 我一定要用谢霆锋的后期制作 因为我帮你想好了 这都是指定的 对 指定的 因为有很多CG 很多后期要做 那亭锋是有一个这样的公司吗 那我就打电话给谢亭锋 我说我们是没钱的 但是第一句是我们没钱的 但是我们希望跟前辈自尽 那能不能帮我们弄一个MV 她说 可以 我说MV是九分钟啊 不是三分钟啊 你对这MV特别长啊 特别长啊 结果弄了 我想 没有关系啦 Josie一通电话 开玩笑 你是何许人也 对不对 人脉 一通电话一定搞定啊 他们都觉得是很honor 可以跟你一起合作 其实大家都是给面子 四位前辈 真的 Josie 我们知道呢 你除了很多想法 然后也希望能够把这个善心 推广到很多的这个各种的层面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你应该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梦想吧 那我们知道 你最新的计划或梦想是什么呢 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 可能认识我都是从电影方面 但是其实我好久好久以前 我是从唱歌开始的 第一个唱片公司签给台湾的 所以我是从台湾出道的 哇 那你可以像我们 这台湾的这个family咯 对 所以这一次我是回来了 欢迎回来 谢谢 谢谢 这几年也每年 可能每两年 发一张唱片 是 我希望可以更多 所以今年拿了一大半年 来做这个巴士在玩的项目 是 那年底会回去拍两部戏 我们可以稍微先知道一下 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喜剧 喜剧下面 对 我一般在喜剧里面都是演小笨笨的 摇滚百叠的女王演小笨笨 对 这个大家一定很想看吧 我是走一个可爱的路线 可爱的路线 非常可爱的 就很傻的 那另外一部呢 也是傻的 也是演傻的 是喔 对 是比较豪演 可是像真实生活当中 你是这么的聪明 没有 我是笨的 如果你看我走路 你就知道了 怎么说 我是能那种走路 应该要走直的路 然后突然90度的转弯的那种 真的 没假的 就很容易跌倒的 我等一下一定要 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在侧面 观察一下Josie走路 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这个 她很适合演喜剧了 对 其实我是希望可以很有情 但是没办法 嗯 你不要这么说 怎么可能没办法 我知道怎么接啊 可能不讲 可能不讲话 不走路 你可能看一下 会觉得啊 蛮特别的 但是一开始讲话 走路就觉得 呃 呃 我也讲Josie 不瞒您说 您在我们大家心目当中呢 就是天之娇女 真的吗 对啊 天之娇女啊 你从小对不对 你的这个各方面 不管是条件 生活环境 或者是这个 你知道的吗 everything 你知道的吗 对 就是you got everything 但是呢 我刚才在洗手间 碰到 碰到Josie 她真的好可爱 我们刚好在洗手间 擦身耳口 她还跟我说嗨 然后她想说 我可能是那个 是什么人 那我也说嗨 然后我们就在厕所相遇了 所以 对 我要跟你学习看 学习看 有没有机会演戏 对 OK啊 这样人生都会开心 对不对 对啊 人生开心 也少一点苦恼 OK That's the reason why 她可以把所有的这些 有趣的元素 就像集中在这个T恤当中 然后又把欢乐啦 可是优势啦 或者是你自己的兴趣 通通结合在一起 对 对 对 谢谢Josie 今天是我们访问 谢谢 三明老师有告诉你什么吗 我问她说 我可以开咖啡店 然后卖咖啡 卖面包吗 她应该知道你是彭佳慧吧 一个知道 一个不知道 她说我的职业 是跟我的喉咙 跟嘴巴有关系 两个人对我来讲 他们都是陌生人 可是都给我同样的答案 那我就想说 既然这样的话 那不如把它做到最好 我们要非常谢谢 那两位三明老师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 她疯嗓了 我们怎么能够听到 这么美妙的歌声呢 没有